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9月8号美国计划在美国的洛杉矶召集一个会议 是印太经济框架会议的部长级会议 线下举行 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官员都会参加 是不是会借着印太经济框架第一次的部长级会议 在场边再举行一个芯片四方联盟的预备会议 非常有可能 但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关键问题 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 哈喽 霍看金招半导群知道 我是霍卧霍文伟 这一期要说一说的是 中韩之间可能有的第二个风波 中韩关系发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芯片四方联盟 芯片四方联盟是由美国发起的 芯片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几个地方 美国 韩国 日本和台湾地区 要组成一个所谓的联盟 到现在为止 这个联盟一切都是云里物里 什么都没有 韩国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 无论是外交部还是产业部 还是说总统办公室 有个官员站出来说 韩国政府在芯片联盟上的立场是什么什么 有利的是什么 有弊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没有 到目前为止都采用的是一个back briefing 也就是官员和记者见面 官员给解释一下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 你们可以报道啊 但是别引用是我随时随时说的 你们说政府一个高官说了就行 到目前为止 这个芯片联盟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 根据韩国的消息 第一是要准备召开预备会议了 韩国也明确了会参加芯片联盟的预备会议 但是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开 在什么地方开 什么主题 一切未知 确实美国没有一个明晰的方向的时候 韩国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立场和方向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 不仅是韩国不知道情况 被点名参加这个联盟的 日本以及台湾地区 目前也是不掌握什么消息 最近是有一个新的进展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9月8号 美国计划在美国的洛杉矶召集一个会议 是印太经济框架会议的部长级会议 线下举行 这些经济部长们都到我美国来 来谈一谈印太经济框架建设的问题 这其中就包括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官员都会参加 是不是会借着印太经济框架第一次的部长级会议 在场边再举行一个芯片四方联盟的预备会议 非常有可能 但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关键问题 台湾问题该怎么处理 印太经济框架是以国家主体所参加的当中 不包括台湾地区 那么要进行芯片四方联盟会议的时候 台湾该怎么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要细细地仔细盯着正大眼睛看一下了 回到中韩之间的芯片的问题 芯片南盟建设到目前韩国都是一种模糊的立场 正式的记者会上 正式的官员见记者的时候 记者凯定会问这个问题 为了韩国官员就是一句话 解释了一个问题 会认为10公司的两小时 什么时候准备 现在各部份 这个问题是 我们国家的目标 没有很恐怖 与我们联系和讨议 我们总是否会认为 我们国家的目标 韩国一直在强调的说 要符合韩国自己的国家利益 但是你韩国有选择吗 在韩国国会当中 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一员 他叫梁湘子 1986年毕业于韩国的一所商业高中 按照中国的说法 也就是早年的一些中专学校 中专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到三星 他当时进的部门比较好 是三星存储半导体的研究室 一直在半导体领域工作 工作到2015年 当时已经升任三星领导层的经理的职位了 2016年当时文在寅所在的政党 共同民主党的邀请之下加入到政坛 最近芯片问题爆发之后 他真的是很活跃 讲了很多话 他在芯片问题上非常清晰明确的阐述 韩国是不得不参加芯片四方联盟 没有选择的空间 所以说韩国现在一直在强调 我们现在主持参加芯片四方联盟的预备会议 至于正式的会议 正式的机构 我们该不该参加等等 还想给美国博弈一番 做一个较量 但是现在的立场 我们先参加预备会议 先去影响一下它 把这个联盟建设上要有一些变化 至少不要有那么的竞争性 不排除中国 这是不是可以做到的呢 稍早之前 韩国的外长朴振刚刚访华 访华返回到韩国之后 他讲了一个话 大家关注度非常高 说如果排除了中国建立什么印太经济框架 发展印太经济整体的好像不太现实 所以说韩国方面就非常强烈的意愿 认为说在芯片四方联盟建设的时候 我们要改一改 我们不要做成一种封闭性的 不要做成一种 以国家意志来要办某件事的格局 我们做开放型的行不行吗 两相子是在一个非公开的研讨 小会上把韩国的芯片问题 加入四方联盟的问题讲得很清楚 确实这个逻辑很清晰很明确 韩国不得不加入四方联盟 但是韩国也不是什么话都说不了的 芯片主要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存储芯片 第二个系统芯片 整体来说的话 韩国可能并不占据绝对的优势 但是在存储芯片上 韩国过去十多年都是全球第一 并且还有很多独到的技术 掌握这些技术美国对韩国的依赖度也很强 所以韩国有实力说一些话 把芯片四方联盟的机制建设 趋向一种开放的角度去设置 这是韩国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要参加预备会议 希望设定的有自己的一些主张和立场在其中 但是其实韩国对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 在芯片这一块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 2022年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报告 韩国向美国出口的芯片 是75.7114亿美元 占韩国芯片出口的7.9% 但同时韩国向中国大陆出口的芯片额度是多少 412.196亿美元 占韩国芯片出口43.2% 向香港地区出口174.2511亿美元 占韩国芯片出口18.3% 向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两个出口费额加起来 61.5% 这就是现在媒体上大部分演绎的数字 韩国芯片出口的61.5%都在中国 市场都在这里 你敢乱动吗 确实如韩国媒体用了一个非常形成的比喻 韩国就是三明治当中的夹心菜 美国中国都是主食 韩国就是这片夹心菜 没了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主食的话 夹心菜就是夹心菜 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说韩国说自己离不开美国 但是也不敢说能离得开中国 韩国企业的反应也跟政府一样 坚决贯彻政府的立场的感觉 观望三个字 一看二望三等 看 看一下政府能谈成啥 观望一下这个芯片联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等一等 你们这些政府之间开始竞争了 有啥好政策 我等着看 这就是企业实实在在的立场 美国给了很多好政策 三星SK这些企业在美国已经投了几百亿 但是芯片发展速度真的是非常快 包括三星现在还有几百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投哪里没定 所以就等着到底韩国政府这个减税法能不能出来 韩国政府现在很着急 非常希望这个减税法能够几块的出来 把企业留在韩国 确实对于韩国政府来说的话 每次看到企业去美国投资 既高兴也不高兴 高兴什么 我们自己企业挣钱 当然高兴走出去了 不高兴 韩国现在就业如此之困难 这些企业能在韩国国内投资 开拓新的就业岗位的话 政府高兴的不得跳起来 所以看到这些企业去外国投资 既喜有悲 芯片 长长的产业链 多少工作岗位啊 非常极其的需要这些工作岗位 这是韩国政府非常现实的需要 看它怎么办吧 后面看见到半导全知道 我是霍霍霍霍霍 我会